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7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对于中国日益强势的扩张行为 东南亚各国大多心存不满 但是此次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亚太之行 却也显示出 想要让东南亚各国合力对抗中国 也绝非易事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越南期间 再度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 提出强烈的谴责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文章称 打造抗中联盟并非易事 文章写道迄今为止 越南极力避免参与任何 可以被理解为抗中联盟的结构 哈里斯本次来访期间 曾经希望同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但是最终双方还是决定 保持广泛的伙伴关系 而在哈里斯到访之前 越南总理会晤中国外交官时的表态 就很耐人寻味 越南日报引述这位总理的话说 越南不会同一个国家结盟 去反对另一个国家 越南的态度也反映了新加坡 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心态 没有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 愿意为了同美国结盟 而全面放弃对华关系 对许多东南亚国家而言 中国既是近邻又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文章还写道 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希望美国作为抗衡力量 更多的参与东南亚事务 但是阿富汗的现状 又让他们对美国作为盟友的可靠度 心存疑虑 而同东南亚国家相比 美国同印太地区的另外三个国家的合作 则容易得多 过去几个月以来 美国同澳大利亚 日本和印度组成的所谓四国安全对话 变得越来越重要 尽管这四国并没有正式建立军事同盟 但是他们的合作却以安全政策为重点 本周四开始 美澳日印四国开始了在关岛附近的第二次联合军演 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 这四个国家还有可能会举行首脑峰会 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 本周领取了他10年前接任首席执行官时 所商定的苹果限制股的最后一笔 而申报数据显示 他本周已经迅速的卖掉了这笔股票 近账超过7.5亿美元 自从库克2011年接任苹果首席执行官以来 苹果的股价已经翻涨了10倍 本月更是创新高 这使得他手中的这笔股票价值颇峰 伦敦金融时报报道 根据苹果8月26日申报的数据 库克的最后一笔限制股 在8月24日解锁配给他之后 他以每股148到150美元的价位 卖掉了约500万股 获得7亿5200万美元 苹果股价本月稍早涨至 151.12美元的空前新高 使得这个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 市值达到破纪录的2.5兆美元 库克的这笔股票大多数都是通过去年8月 预先安排的交易卖出 这种预先安排好的卖股 是避免外界认为首席执行官进行内线交易 库克卖股所得中的3亿9700万美元 被苹果先行扣下 准备支付库克行使股票选择权 所必须缴纳的税金 库克的配股在2011年原本估计价值3亿7800万美元 当时已经使得他成为美国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之一 彭博资讯估计 现年59岁的库克身价已经攀上15亿美元 他曾经表示计划在死前把大多数的财富都捐出去 一周前他刚刚捐出了价值约1000万美元的苹果股票 给慈善机构 一项最新的报告指出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已经向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提出申请 想要直接卖电给当地的民众 德州月刊昨天报道 特斯拉旗下的全资子公司特斯拉能源 已经在本月稍早向德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提交申请文档 希望能够在当地的零售市场销售电力 特斯拉对德州的监管机构表示 打算建制两组250千瓦的巨型储能电池 一组将设置在特斯拉的奥斯汀工厂附近 另外一组则将坐落于休斯顿 这是特斯拉罕见的跨族零售电力市场 该公司建制的大型电池 通常是为帮助其他公司生产保存与消费能源 例如提供电池组给位于加州蒙特瑞的苹果太阳能工电厂 为苹果加州总部供电 此外特斯拉也在澳洲进行另外一项大型的电池储电计划 德克萨斯州今年2月的时候 遭遇百年以来最严重的暴风雪 取暖需求激增使得当地电网不堪负荷 造成数百万居民好几天无电可用 目前德州有约120家公司为当地的消费者供电 而特斯拉汽车的中国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 则大手笔投资了中国吉利汽车旗下的高端电动车品牌 吉克在香港上市的吉利汽车 在今天的一份交易所文件中说 吉克从五家投资者处共同筹集了5亿美元的投资 包括英特尔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 网络视频娱乐公司Bilibili 采矿业投资者红商产业控股 以及私募股权公司博裕资本 这五家公司将共同拥有吉克5.6%的股份 吉克由吉利汽车及其母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于3月份成立 总资本为20亿元人民币 吉克正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家工厂里 制造001车型的电动车 有望今年晚些时候交付给客户 这款车型是一款四门轿车 行驶里程为700公里 售价为28.1万元 比上海生产的特斯拉三型的起价 23.59万元略高一点 吉克的目标是到2025年 每年销售65万辆汽车 今年早些时候 吉利已经与百度和富士康等公司 建立了一系列伙伴关系 以建造智能电动汽车 展现了吉利想要领导中国电动车市场的野心 瑞盈预测 中国到2025年 将有660万辆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销售 占全国汽车销售总量的25% 今天下午发布的中国年度投资报告显示 鉴于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 中国1.2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 去年削减了海外股票和债券的持有量 同时提高了替代资产和现金的比例 中投公司的董事长彭纯也明确表示 需要利用其他地理优势发展对外投资的新模式 暗示中投可能会增加亚洲投资和双边投资基金 有意思的是 发布这个中国年度投资报告的时间点 正好赶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举行经济研讨会的几个小时前 分析师认为 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紧张不安 以及对美联储开始缩减债券购买规模时 可能出现的市场调整的警惕 中投公司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国家队之一 根据其网站上公布的年度报告 它去年的海外回报率为14.07% 低于2019年的17.4% 该基金成立于2007年 旨在实现中国外汇持有的多元化 并且在可接受的风险承受范围内 寻求最大回报 市场观察人士对鲍威尔关于美国 高通胀和经济增长的最新想法屏住呼吸 寻找关于他将如何指导央行 退出疫情刺激措施的线索 6月份的美国加息点证图表明 美国央行在2023年底前可能会有两次加息 中国主权基金去年已经对其海外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比例 减少了0.9个百分点至38% 美国股票占中国投资总数的57% 而中国持有的固定收益产品 其中一半以上是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券 去年也下降了0.7个百分点 报告同时显示房地产商品和基础设施等投资的份额 则从42.2%上升到了43% 同时其现金占2% 高于一年前的1.2% 并非只有中投公司对海外金融的不确定性表示担忧 负责管理中国价值3.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上个月表示 他正在寻求改善其外汇储备投资 尽力确保安全和流动性 美国的备案数据显示 截至6月底 中国持有1.0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尽管金融圈还在等待美联储正式开始逆转超宽松政策路线 但是不少其他国家央行近来的一连串行动透露出 虽然新冠病毒还在持续打乱全球各地的经济复苏 但是疫情时期的宽松政策已经接近结束 韩国央行昨天将指标利率调升25个基点 以降低家庭债务激增对金融稳定造成的风险 韩国央行是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半以来 亚洲第一个升息的主要国家央行 不过在韩国升息之前 拉丁美洲 中欧以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央行 今年已经开始陆续升息 以压制通货膨胀 而造成通胀上升的因素包括汇率波动 全球供应链瓶颈以及地区劳动短缺等 较大经济体的央行也逐渐朝紧缩的行列靠拢 加拿大央行已经削减购债规模 可能在2022年升息 新西兰央行上周因为国内紧急实施防疫封锁 而暂缓了升息 但是仍然预料会在年底前升息 疫情爆发一年后的今天 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情况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国经济已经超额恢复了因为疫情损失的产出 又新增了大约900万个工作岗位 通胀率也远高于目标 在其他地方 全球多数经济体也已经恢复增长 尽管Delta变体病毒导致小范围的封锁 韩国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5.9% 为10年来最快增速 韩国重要的制造业在7月份连续第10个月扩张 欧洲方面随着封锁措施的放松 中欧的经济复苏也在第二季度加强 经济好转加上通胀率上升 已经促使捷克央行在今年的夏季两度升息 匈牙利央行则在8月24号第三次升息 领先其他欧盟国家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